沒有Current 就不會帶新的Charge過來 不會帶新的Charge 那當然我的Voltage就不變了 所以我終點呢 這一點應該等於VS 是不是這樣 OK OK 那這個Voltage是怎麼樣 這個Voltage你要猜什麼 你要怎麼寫 我們先來Apply我們電路的方法 這個呢 如果我以這裡為0 這個椅子 我唯一的Note 還有這個 這個椅子嘛 對不對 我只有這個能夠Fly KCL 對不對 沒有問題 這個A 這個叫A A 你這叫B B 我真的這一點吧 對不對 所以我用KCL 這V點 我兩個電流啊 這個電流 加這個電流為0 加這個電流為0 對不對 這兩個電流 這個電流是什麼 這個電流是VS-LVC V點 V點就是VC 除以R 就是這裡進來的電流 這裡的電流呢 這裡的電流呢 加上負的 負的什麼 C 所以我KCL 這個電流 加這個電流 沒有問題 如果我把這個調一下 調一下來就是 變成這個 這一個是負的嘛 負的 負的 VC T 加上 VC T R 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 VS 我挪一下 這樣對不對 對吧 那把R 跟 重上來就是 RC C VCP 徘 Sabbath 增加上 VCP 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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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跟剛剛的discharge有什麼不一樣 這裡都一樣,這裡都一樣,問題是這裡不一樣 前面這兩個都一樣,對不對 但是這個不一樣,不一樣就 需要再 不同的拆盤 現在要拆這個,要怎麼拆 我現在要解 寫到這邊來 我要解rc.vcd.vc.vs 我要拆什麼 我猜呢 VCC呢 等於 跟剛剛一樣 對不對 加一下Constant 剛剛也是直接猜 KST KEST 知道嗎 現在呢 多一個Constant K1加K2EST 所以我現在三個位置 一個是S 一個是K1 那這個如果帶進去呢 這個帶進去的話呢 它是RC 它這個VCT圍分 K1不見 K2 EST 這樣有沒有問題 第一個 是不是 第二個是KVCT 這個VCT 就是K1 然後K2 VCT 什麼問題 讓答案等於 這個整個VS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影片告訴我們什麼 K1 這個其實告訴我們 K1 要等於VS 然後呢 這兩個核解要等於VS 然後呢 這兩個核解要等於VS 第二個告訴我們 第二個告訴我們 RC K2 S DST 加上 K2 DST DST 到等於0 這樣才會整理吧 這樣才會整理吧 是不是 因為這Constant K1 K2 S就是Constant DST 那這樣跟剛剛一樣 你會消掉這個 DST DST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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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RC S加1等於0 所以這時候的S呢 也是 S呢 也可能固著 R 跟剛剛一樣 S 跟剛剛一樣 所以我K1知道 S知道 我還不知道K2 我還不知道K2 對不對 那我可以用Initial Condition Initial Condition 說 VC VC等於0 Initial是0 因為我是空的 一開始沒電 所以 T等於0 是0 來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 算這個啦 因為我猜了VC B呢 K1 K2 E S T K1 我知道 K1是VS K2 K2 我不知道 E 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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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等於 Vs 加上 K 負 1 沒問題 好 這等於 0 Vs 負 1 0 所以我這個等於 1 所以我知道 K 負很多少 就告訴我 K 負 1 負 2 Vs K 2 我知道了 S 我知道了 K 1 我知道了 所以我的答案 我知道了 我的答案呢 Vc 負 2 0 1 K 1 是 Vs K 2 是負 2 Vs K 2 K 2 沒問題 你可以寫成 Vs Vs 剪下來 Vs 剪下來 好 畫成 K 負 1 就是這樣 整起 終極目標呢 是 Vs 就是 Vs 終極會恰恰到這裡 一開始是 0 一開始是 0 然後呢 他自己這個 我畫了 我真的還不準 好 但是我們還是 pair 一個點 這個點呢 當 T 等於 RC 的時候 T 等於 RC 的時候 他應該會達到這點 這點是多少 T 等於 RC 就是 E 的負 1 次方 對不對 你看 這是 1 減掉 1 的負 1 次方 這邊 他 所以這個就是 達到 0 點 0.632 6 剛剛是 368 所以就是 632 幫你摸在這裡 在這一點的時候 一個他 一個他 他會達到 0.632 所以 63% 好 我們的終極的 那當然 T 很大 T 很大呢 這一項就變 0 T 很大這一項就變 0 0的話就會達到 Vs 那一樣我們 care 大概在 5 個 tau 的時候呢 會達到 99% On final value 5個 tau 以後呢 會達到 我們 有充滿 好 我們就講這 5個 tau 有充滿 大概慢慢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 講了很重要的東西 Charge 就是 Discharge Charge呢 就是 就是 0 變 1 就是 Right 1 或是 Logic 的運算 好 某個 tau 要 0 變 1 那就是 Charge OK 那 Discharge呢 就是 1 變 0 那這都需要時間 這就是最需要時間 這就是最需要時間 那時間的計算呢 最重要就是 R C T R C T 那今天 同學可能 有一點 Overweight 就是有一點被 嚇到了 好 微分方程 但 我們用的也不多啦 這個是第二難 Second Order的時候 會有第三難 要有第一難 比較難 那時候 慢慢難 再來就沒有了 所以呢 你要記住 微分方程呢 好像你上課第一天 老師就叫你用拆的 OK 有沒有 這個其實是很好拆 為什麼 因為 有什麼東西 微分跟它是一樣 那就是 Exponential Function 是不是啊 只有 Exponential 微分會跟什麼一樣 是不是啊 所以 你要假設 它是一個 Exponential Function 那你猜 下去 算一算 你就可以導出 那些Council 再加上 Initial Condition 那就給我們更多 Information 所以這沒有那麼難 那在恰覺的時候 你猜得又不太一樣 你猜得又多了一個Council 因為我們看到這裡有Council 這裡有Council 那你一定這裡要有一個Council 對不對 不然說沒辦法Mage 你猜得又要猜有Council 那就加這樣 所以你學了電子電路 順便學功術 一舉兩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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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那解釋上呢 你就說 你看 我在Charge 就Charge水桶 我現在 水桶灌水也是一樣 水桶你要灌水 其實 剛剛講的是放水 放水是這樣 那灌水應該這樣看 灌水應該是說 我們呢 我還是一個水桶 但是這灌水呢 其實我們不能講說 我從上面灌 還是一樣 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東西 那我有另外一個 很大的水桶 很大的水桶 那我打開的時候呢 我打開這個水呢 會流過來 知道嗎 它會慢慢的上升 升到 跟它一樣 那你這個水很大 這個水桶很大 海量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這個 它會 所以這個是 power supply 或是這個 Constant 你把它看成Constant 所以它的水會是這樣 升上來 那一樣啊 就要花多久時間升上來 跟你這個tank有多大 還有這個水管有多粗 有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R 這就是C啊 VS 上一次有一個同學來問我 他說 那老師你Compuse我啊 這個電容啊 你比喻水桶 那我如果 我如果水桶 一個這樣沖水 一個這樣放水 就是 沖水跟放水 我不是可以保持VConstant嗎 水桶可以這樣做 但是電容不是這樣 電容你 你只能依著 充電 或是放電 你沒辦法 又再充電 又再放電 知道嗎 所以 如果要做水桶 平衡 你要平衡 我就只有這個一個 或是入口 沒問題 那電路設計的時候 所謂switch 就是我打開這個 或者是說 我設計的 讓它 這裡不通 然後我 把它扭掉 可以不通 這裡以後會講 我這裡不通 讓它扭掉 放電 對 對 沒有問題 所以呢 回去呢 你如果水桶 你觀察一下 做個實驗 看它在上升時間是怎麼樣 好 上升時間是怎麼樣 那下降時間 那這兩個呢 其實都是exponential 你畫出這個線來 你看就知道說 我寫了一個 這個東西 是從initial的charge 放掉 這個是initial是空的 那我把它charge到哪 這兩個重要的就是rc component 就是跟r還有c有關係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我們就先看到這個地方 謝謝 謝謝 謝謝